我們總的來看 9月6號特徵組 把這個所謂叫做 史上最大官說醜聞 大揭秘之後 但是我們沒有想到的是 揭秘之後現在的下場 現在的後果是 被說官說的兩位當事人 剛剛提到王金平 其他官司上面 他是一直都是連戰皆節 然後穩坐立院的龍頭 支持度也飆高 另外還有一個人是柯建民 柯建民現在講話也越來越大聲 動作越來越大 他昨天還去按鈴控告 反倒是馬江 羅志強還有黃世民 他們全部都被傳喚出庭了 黃世民還是被所謂三箭齊發 他現在應該是日子很難過 被淪為被告 天天被逼著要下台 事情怎麼會是這樣子發展 最重大的問題是在哪裡 為什麼一個所謂 叫做大是大非的事情 現在被人家笑說叫大書特書 而且大家所有人都在注意的是 泄密案監聽案 沒有人在管那個所謂官說案了 我覺得這個當然就是說 我們回到最源頭的地方 就是說當然馬總統當初一開始的時候 策略就有錯誤 其實我們剛剛也一開始判斷這個 其實只要你好好打 穩扎穩打 其實這一仗應該是 馬英九會贏應該是沒有錯 就是至少王金平應該會中傷 但是因為我們就像是兩軍對戰 應該是底下的人先殺成一團 最後沒有辦法決勝負的時候 主帥再扛刀出來 但是沒有 這個案子一開始很早的時候 馬英九自己就出來砍殺了 我覺得好像他就策動說 國民黨就是整個開除他的黨紀什麼之類的 這個我覺得不管黨內外都是非常錯 錯誤的同時當然就是找到一個切入點 因為馬王之間本來關係就不好 所有人一定就認為說 你就是在鬥爭他 而不是在 就是說你假如說你是在幕後 不管是不是你策動了 其實這件事情其實都有最後轉圜的空間 但是當你到第一線的時候 當然你就很難去做這個地方有所迴旋了 那黃世民的部分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當然就是黃世民 他當然也犯了一些錯 比如說他去報告這件事情 馬英九我覺得不管他是健烈欣喜 還是說大是大非 就是說他在一開始就沒有把事情的來龍去脈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釐清 就是後面的攻防什麼的 所以說他有很多決策上面的失誤 導致這個最後後面後來的結果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說 馬英九其實現在就是一個11% 或者是8%或是十幾% 我不管就是說就是一個弱勢 大家不受歡迎的總統 那在很多決策上面 馬英九去支持的事情 反而是大家反對的事情 就是說馬英九支持之後 這件事情就算他有是非 變也是大家去嘲笑他 因為去嘲笑他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變成錯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 但這就是政治的現實 所以說我們回到現在來看 這個官書案有沒有可能繼續下去 我覺得我個人是抱持悲觀的態度 除非我們回到那個源頭來 可能就是說國民黨那邊 自己內部有一個處理 不然的話我覺得官書案可能接下來 一開始的時候戰場 可能就都沒有不清楚 然後舞台又拱手讓人了 接下來很多的所謂的策略的錯誤 或者是證據的不穩 結果到現在這樣子 是不是如何的把它緩下來 讓事情圓滿下來 只好再看看他們的發展了 謝謝光益到現場 謝謝主播 謝謝主播 休息點啦 謝謝主播 agreed 歡迎 Kait